評估冰鑿型豆疤的治療的時候 首先要評估 你的冰鑿豆疤的個數、大小跟深度 個數少的就可以直接做這個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冰罩整個給它切除掉 然後把它縫起來 那其實這個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結束之後呢 如果說真的有一些真正的疤痕組織 我們可以再搭配雷射磨皮 去把凸的地方稍微磨平掉 Hello 大家好 我是皮膚科 渣魚座醫師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 最難纏的冰鑿豆疤 還有它的治療方式是什麼呢 我們臉上的凹豆疤呢 其實主要分成三種啦 就是我們的滾動型的凹豆疤 車廂型的凹豆疤 跟我們冰鑿型的凹豆疤 那我們今天主題的重點呢 就是要介紹我們的冰鑿型的凹豆疤 它也是我們臉上凹豆疤最難治療的部分 冰鑿型的凹豆疤呢 它其實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它比較深 有時候甚至會深達我的皮下脂肪層 大概到3到4mm的位置 再來就是它很窄 它一般的寬度呢 都會小於2mm 冰鑿型豆疤耗發的位置呢 主要是在我們皮膚比較薄的區域 包括我們的額頭啊 還有我們的上臉頰 另外就是我們油脂分泌 比較旺盛的區域 像是我們的T字部位 額頭、鼻子跟臉頰的部分 都是我們冰鑿型豆疤耗發的位置 我們的凹豆疤的治療 我們會進行一個叫做 複合式的豆疤治療 包含了3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我們從外部去刺激 或做一些比較微量的磨皮 包含我們的皮秒雷射啊 飛縮雷射啊 或是我們的微增電波 都屬於這個類的 那第二個跟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做皮下玻璃樹 加上我們的填充 因為我們的八層的下面呢 會有一些沾連的組織 所以我們需要用一個 像是皮下玻璃的器具 去把這些組織撥開之後 會有一些空腔 我們再用像填水泥一樣 把填充劑填進去 把這個組織墊起來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複合式的豆疤治療 我們冰鑿型豆疤跟其他的 凹豆疤比較不一樣的治療 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穿刺切除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皮膚八痕化學重建 那我們在評估冰鑿型豆疤的治療的時候 首先要評估 以了冰鑿豆疤的個數 大小跟深度 個數少的就可以直接做這個穿刺切除 切完以後 我們這個拆線的時間看不同的部位 如果臉部一般來說是七天 所以修復期大概就是七天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冰罩 整個給它切除掉 然後把它縫起來 那其實這個效果是非常的好 那結束之後 如果說真的有一些 真正的八痕組織 我們可以再搭配 雷射膜皮去把凸的地方稍微磨平掉 如果說是冰罩的個數比較多的話 我們就會考慮用我們的 皮膚八痕的化學重建 也就是我們的 Cross Technique Cross Technique 就是我們用高濃度的TCA 會用一個器具 點在我們這個 冰鑿型豆疤的 這個很凹的洞裡面 那會這個刺激 我們下面的膠原蛋白的真身 也會讓這個 八痕的周圍慢慢的融合在一起 Cross Technique 就需要比較多次的治療 那修復期就跟我們使用的濃度有關 如果說我們濃度做的比較濃 做的比較深的話 那它的修復期就會比較長 一般可能會長達7到14天 但它相對來說 在照顧上是很方便 因為回家其實就是正常生活 但是基本的防曬還是要做 不然我們的反黑跟反紅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 所以主要是這兩個治療 我們還可以再搭配其他的選項 包含了我們的雷射磨皮 電波和微增電波 雷射磨魚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其他的類型的凹豆疤 像是我們的車廂型跟滾動型 其實效果會比較好 在冰鑿型豆疤 因為它比較深的原物 所以雷射磨皮從外面刺激 有時候效果不是那麼好 但是它可以搭配我們的化學重建 跟我們的穿刺切除來做配合 也會有很不錯的效果 再來就是我們最近比較新的微增電波 其實在冰鑿型豆疤也有它的角色 我們都知道電波就是加熱我們的真皮層 跟我們的皮下組織 所以有點像是烘毛衣的感覺 毛衣烘完會怎樣 是不是會縮水變小 但我們這個洞口可以有收緊的感覺 因為我們的微增會插到我們的真皮層 比較深的組織做一個加熱 刺激膠原蛋白增生 也會讓下面的組織慢慢的長起來 但相對來說 不管是雷射磨皮 或是我們的微增電波 也會做到比較多次 那另外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治療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PRP 血潮板濃厚血漿 它可以當作我們其他治療的輔助 可以加速我們傷口的癒合 可以讓我們刺激膠原蛋白增生的效果更好 我們在設計這個冰鑿型豆疤的治療方案 主要會考慮四個面向 首先第一個就是 有沒有合併其他凹豆疤的類型 像是滾動型或是車廂型的豆疤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會搭配一些像是雷射摩比 或是微增電波 第二個要考慮的呢 就是可以接受修復期的長短 一般來說如果說有做這個雷射或是微增 它的修復期是在一週左右 那如果有做到這個化學重建的話 它的修復期就會在一到兩週 那如果只是穿刺切除的話 它的修復期大概是一週 那第三個我們要考慮就是 副作用方面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 如果像是我們的穿刺治療的話 一般我們的副作用 就包含我可能會有一個手術的小八分 但這都是可以處理的 那如果是我們的化學灼燒呢 就要擔心反黑跟反紅 那雷射摩比也是一樣 會怕反黑跟反紅 那反紅這件事情呢 如果說防曬沒有做好 之後就有可能會反黑 那在亞洲人來說呢 就算你防曬做得很好 畢竟我們的這個黑色素比白人多啦 還是會有20%的人 會有一個反黑的機會 那最後就是考慮預算方面的問題 因為像是微增電波或是雷射摩比 一般來說會做比較多次 那相對來說預算就會稍微高一點 很多客戶來到我們門診呢 就會跟我說他想要像 某某某迷信一樣 有一個水煮淡機的感覺 但是我都會先把這個客戶打回現實 跟他說如果說你的皮膚 已經是一個像月球表面一樣 凹坑凹坑的樣子 基本上要變成水煮淡機是比較難的 但是呢我會給他一個治療上的評估 跟一個正常的期待 基本上我們複合式的豆疤治療呢 最多最多就是可以改善到8成左右 那剩下的2成呢 可以經過一些更多的努力 也是可以稍微再做一些進步 多多少少都有一定定反應 好頭巾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按喜歡訂閱 必開啟小鈴鐺喔